在狂风暴雨狂炸中南部高雄地区多处传出淹水灾情 不少路面水还伸到膝盖 还有不少汽机车因为泡水而抛锚 高雄人物去的住户们趁着水退去 赶紧抓紧实际拿出扫把一一扫水 希望能够尽快将自己的家恢复原本样貌 先带你来听一段住户们的访问 淹了一天了 淹了一天然后他大概到这边 他不就一直很期待赶紧退水 赶快退啊 当然是赶快退啊 赶快快付家园啊 是是是 那整理多久了 从五六点的时候开始整理 是 对 那都损失一些 损失冰箱家具啊 这次台风肆虐各地灾情不断 不少人的家里面的家具 电器用品都因为泡水而坏掉了 民众的心都在堂血 因为损失相当惨重 他们过后后续复原大工程 让不少人都有得忙